教他們怎樣去定一些適合的目標給自己 可以提升動力 例如你會見到一些網球員 可能會自言自語自己跟自己說話 又可以提升他那一刻的那團火 自我對話其實也是其中一個技巧 提升自信心的一些技巧 情緒管理 包括究竟我能否容易入局 究竟為何會有入局慢的情況等等 研究發現原來我們的目標設定準確 是具挑戰性但又未至於完全做不到 這樣才可以推動運動員的表現 其實同樣道理就是 如果我們想有任何的改變 包括減肥或者解煙等等 其實都是要懂得去想 究竟那個目標應該要怎樣設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目標設定不太準確 變相會是 如果設定得太艱難 例如我想減肥 然後我就說我一定要天天去跑一個中步 但可能你以前從來沒有跑過步 這個對於那個人來說 就會真的很艱難 可能我們就要循序漸進的形式 譬如今天我們先買好運動衣 然後可能明天就開始 每天都去10分鐘 然後我們慢慢慢慢建立 一些運動員在球場上面 或者在運動場上面 譬如可能他們失誤 或者怎樣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去應對得好些 其實在執行方面 其實是需要一些計劃 令到他們的心理準備可以好些 如果我本身那個目標都是減肥的 可能我本身已經有一個特定的運動計劃 譬如二、四、六、七去跑步的 但當然有一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會發生 例如可能朋友會想和我打火鍋 我不想出現這個約會 第一,我可能就要想定 就是我前一天就已經去跑步了 第二,如果我知道我其實是想減肥 但我又會去吃些很肥膩的東西 我可能前一天也要計劃好 要煮好東西 我之後那天就大飯上班 就不出去吃了 這些都會是一些應變的計劃 令到我的目標一定可以達成